你们好,今天我就是想做一个review就是这个 就是Foreo的那个Luda Mini的review 然后我这个就是你们在那个购物分享也能看到我是在Sephora 就是洛杉矶的Sephora买的 然后它打开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盖子 然后那个打开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是有个封条 就底下,然后把它撕开之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会就是站在这个上面 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样 然后就看一下它是,它是一用硅胶做的嘛 然后是一个很柔软的材质 然后它就是有这种小小的一个就是硅胶的颗粒在上面 然后这一部分的颗粒是比较小 然后这一部分是比较大 这一部分是用来就是洗那个鼻梁侧的毛孔 然后就是边边角角比较容易就是沉积那些角质的地方 然后它的背面也是那个比较大的颗粒 就是有点像就是去角质的感觉 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拿掉是一个小盒子 然后里面有它的那个充电线 就一个这样的充电线 它没有,它只是一个USB的线 然后没有配那个充电插头 然后有一个它的那个就是身份卡 然后这个是就是它的Agent Authority Card 然后这个是就是它有两年的Warranty 2 years warranty 10 years quality guarantee 10年的那个质量保证 两年的那个Wish 两年的叫什么 应该是包换的那个 然后还有一个想想的使用手册 然后有它的一个quick guide 然后就是告诉你 然后先打湿你的脸 然后就是挤上清洁的 然后把这个这样湿之后就是 就是先打湿脸 然后把那个清洁的挤在脸上 然后揉搓 然后把这个打湿以后打开 然后就是脸颊就是30分钟 然后额头是15秒 然后这个鼻子是洗8秒 然后关掉之后 再用眼下的洗8秒 然后再关掉 然后再把脸上的用水冲掉 然后再冲洗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然后还要告诉你就是充电的一些 就是插在电脑上冲 然后它充电的时候会一直闪烁嘛 下面的就会闪烁 然后等它充满之后就一直会亮着 然后它洗的时候 它的灯也是会闪烁的 然后给你看一下 它的震动的样子 然后这就是包装嘛 然后包装里还有一个 一个小小的这个使用手册 我先把包装跟你讲 然后是这样的 那它还有一个 就是两年的保证 就是说两年的保修 然后两年的就是 Limited warranty 就是它两年之内会免费的 提换这个东西 然后十年应该是保修吧 它这个十年是说 你可以用50%的价钱去买一个新的那个东西 然后跟这个换一下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basic interaction of use 然后就是safety 跟一些problem 就是一些最基础的一些问题在后面 然后这个是 就是说它的是silicon 就是unique ultra soft silicon vergetiles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更比较hygienic 就是比较抗敏感一点 然后就不用不用换那个刷头 然后每五个月 然后用一次就行了 它用一次可以就是 它充一次电可以用算300次 然后就是很好 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不错的 然后看一下它是怎么震动的 它是有两个档位 然后打开 然后它这个 它这个下面会亮吗 微亮 然后就是这样的 震动的感觉 就看我的手就知道 它是一个震动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它非常是亮的 然后你换一个 它震动是这种感觉 然后第一个开档是大档 然后你再换一个 它就是小的 然后就是就是比较小的感觉 声音是比较小的 就这种感觉 然后它好像进多少秒它会停一下 会提示你画一个地方这样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蛮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用了之后的确是皮肤比较柔软 就是洗完之后感觉皮肤比较柔软 然后 还洗的挺干净的吧我觉得 但是就是 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 还是需要用到毛巾的 就是你不能说你用这个刷子之后 你就不用毛巾把脸 就是脸上的肥皂这样 就是洗干净 然后就还是要用到毛巾 它就是一个 起到一个震动的效果 然后把一些脏东西这样震出来 我觉得用了之后皮肤感觉就是 光滑跟那个 怎么说呢 跟柔软了一些 然后觉得 心结效果是不错的 然后我之前有用过 Glaren Sonic吧 那个刷子我觉得对我有稍微有点刺激 因为我的皮肤有一些敏感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敏感也很好用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像 就是保时绿的这种颜色吧 然后它是它这个颜色好像是蓝色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蓝色 然后 原来有人说就是 嗯 就是有Duna嘛 比这个大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就很便携 然后就很好 如果你要买那个的话 看你去不需要吧 那个就是有一个 就是后面有一个是那个 就是可以紧致的效果 但我觉得用这个之后皮肤也挺好的 就不也 也有一些紧致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 就虽然是硅胶面 你也可以拿来按摩呀 我觉得买都就够了 这个是一百三十美 三十九美金 我在美国买的 加税 加税应该是 百多少万 感觉好像是比英国划算一点 然后 我觉得英国买也不是很贵 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个Luna 然后这个也是很小小放 外面接待 然后 我觉得比这个 没有必要买Luna 对吧 但是当然看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啊 总的来说 我对它还是很满意的 好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FORES LUNA MINI的那个测评 然后有什么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 我下次应该会 请到我朋友 然后就是 推荐一些好用的东西吧 然后 就这样吧 拜拜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是想做一个 简单的那个update 就是关于这个 Luna FORE MINI的这个update 然后 我就是前面会放一下那个 简单的介绍嘛 然后今天是我用它 大概第20天 然后我的脸上 我觉得 就感觉 比以前柔软了一些 然后 嗯 就痘痘也稍微少了一点 然后今天皮肤也不错 所以就 给大家拍这个 然后我说我是搭配 我是搭配这个 The Body Shop的那个 Seaweed Purifying Facial Cleanser 就是这个 应该是 好像这个样子 是看得清楚的 我反正会 也会在下面 里面 连接下 我的那个review 然后 它 我之前不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 比较 洗不太干净 但是我觉得 搭配这个 就是Luna Mini以后 它洗的会很干净 然后 嗯 就是像 我之前说的就是 把这个挤在全脸 先打湿脸 然后把这个挤在全脸 然后 就是揉搓之后 把这个用水打湿 然后打开这个 然后 在脸上这样子来回的 就洗 然后再把脸擦 拍干 就是用毛巾 就是把它擦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脸 就 大概可以把脸洗得很干净 然后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搭配 然后我觉得 对最近的皮肤也比较满意 然后 嗯 所以 就是 现在大概 我对Luna Mini 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 我会 就是以后会更 提到它吧 如果我觉得 它有什么不好 以后我再会 嗯 跟大家反馈 然后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